五一期间话剧漫长的告白在红桥艺术中心火爆上演 今天将完成首轮最后两场演出 贴上大鼻子换上朴素的夹克衫 英俊帅气的音乐剧王子郑云龙在话剧漫长的告白中大胆转型 不仅饰演了一个满腹才华却貌不惊人 才高自傲却内心柔软的大学生 还要离开自己演唱的舒适区 全程挑战大段华丽仿若诗一般的台词 首轮演出票房成绩和上座率均不俗 郑云龙所饰演的诗人气质的陈中行 对爱人无私执着又高尚的爱感动了不少观众 据悉该剧的第二轮演出将于8月7日至18日 在上海城市剧院进行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